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Ladies and I gentlemen 大家好啦! 我是墨金哥 不要問我為什麼今天我要穿外套 我知道現在外面的天氣很熱 但是呢 今天墨金哥就是沒有車呀 就是想穿外套 你怎麼會這樣 蛤? 好! 那這個今天沒車要的墨金哥帶來怎樣準備車要的主題呢 呵呵呵呵 這個 嘿 等一下就知道了 還記得嗎 在上一集莫名其妙的時候呢 墨金哥問了大家 你們知道 設計上最長的指甲 有多長嗎 哼哼哼哼 跟你們說一個秘密 就是呢 其實在那一集的時候 墨金哥就要公布這個答案了 但是呢 墨金哥不曉得為什麼 腦袋ㄎ掉 蛤? 我後面才發現我忘記講了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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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甲這集會講到 好 那今天帶來的主題呢 內容一樣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內容 也要是關於我們人體的 新式試驗紀錄 保證呢 一定讓你大開眼 Yeah 好了那一樣 今天這個排名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排 那我們就隨便開始吧 那我們第一個呢 就先來看看這個世界上最 啊啊啊啊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相信再度各位 你一定知道姚明是誰 那個號稱這個移動長城的 這個中國常人 也是打過NBA的這個籃球兵器 他的身高200 沒記錯30多公分吧 我忘記了 來的去查 對不起不專業啊 那230多公分已經 非常非常高了 但是你知道 今世世界紀錄中最高的人 有多 摳吧 來 或許你也不知道啊 這個全球最高 呼吸的空氣最新鮮的男人 就是 他 這個人啊 就在那搖滅的土吻切咬 那這個人的身高 達到了一個 金氏駭俗的 200 144 6公 哈哈哈哈 太誇張了吧 哇 木居駭俗的身高 號稱 190 啊 所以那時候還差了17公分 但是 號稱190 沒有什麼關係的嘛 哇190 蛤 那他量146 還高出我啊 多少 56公分 56公分 我一直打開是 這個 15公分左右 那他大概疊 疊幾次 疊3-4次 哇 所以我必須要這樣 我真的看他我真的看 哇哈哈哈 那如果是這個男人 來跟這個台灣 你們現在螢幕前面的這些 女生交往 每一個人跟他親親的 都得助跑 腦袋跳 蛤 這 這樣子才記得到 好累 這樣子真的好累 我不要 然後呢 我相信你們應該發現一件事情 我的 哈哈 我的 我的下半身 穿得非常的邋遢 哈哈哈哈 還是 拍片 螢幕前面 你們看到的 只有我的上半身嘛 大多數 你們都看不到下半身 所以我下半身 就是穿的 一條內褲 沒穿 你們也看不見 你們可以看到一些 福利了啊 賞到你們了 我身高 非常兇級 哈哈哈哈 不只 佔掉了 全世界最高的 這個 金世界紀錄 他還佔掉了 另外一個 金世界紀錄的名 而 就是呢 他的 醜 也是全世界最 踏的 根據測量呢 他從手腕到 指尖的長度 你知道解我嗎 我先說一下我自己的 根據我自己不專業的測量啊 我的手掌大概有 15到16公分 長 從 從手腕到中指大概有 15公分到16公分長 那他的呢 各位 2 10 8.4 欸 28.4 你知道是怎樣嗎 大概就是我兩隻小拇指 你之間的這個距離 這麼長 一隻手掌 這麼長 真的 有 你看到 距離 好恐怖 哇 這萬一被他手掌 扒到一下這個頭 整個頭殼都要碎開了 整個頭殼 像雞蛋已經被打爆 好恐怖 這個男人 好恐怖 好了 接下來進入重頭戲 我們來看看這個世界上呢 擁有男人最大的部位的男人 我要講什麼 這什麼語法 我們接下來看看這個 擁有男人某重要部位 最大尺寸的這個男人 長什麼樣子 蛤 這個最大的某重要部位 究竟是不是那裡呢 不是 絕對不是那男人 背手啊 我說的最大的重要部位呢 是 這很重要嘛對不對 二頭雞沒力 搬東西沒力嘛 對不對 男人怎麼可以沒力呢 很重要嘛 然後那個全世界最大的 二頭雞 它的size有多大呢 很誇張 它這樣子彎起來之後呢 一量 它的size有 我之前這樣子自己彎起來量 大概是在20多一點公分而已 它有64公分 非常的誇張 不要像它這麼大 是不是 女生比較爽 比如說 看起來 覺得很有魅力 覺得很爽 哈哈 不要想玩 我們是一個很健康的頻道 不過我要說的是喔 這個男人他似乎 牽扯到了一些 就是用藥的風波 就是他可能使用一些 禁藥之類的 啊還不知道 那這個結果究竟是怎麼樣子 他到底有沒有 犯法 之類的呢 我 不知道 總之這個我查到的 其實這紀錄呢 就是 他 是我擁有的 好那再看我們這個 最高的男人之後呢 我們去看看另外一個 誒 很賞心悅目的女人 嘿嘿嘿嘿 請 卡 來 各位 你第一眼看到這個女人 你有什麼想法呢 告訴你 這個女人 她很屌 超屌 來 告訴你 她的屌在哪裡呢 不對 她沒有屌 應該說厲害吧 應該說厲害在哪裡 呃 這個女人呢 她是全世界上 腿最長的女人 你有沒有看到 她那個 呃 這個 這叫什麼 這個叫做 褲頭的地方 褲頭的地方 基本上 已經跟旁邊那個男主持人 就胸部一樣高了 有沒有 好犯罪啊 再講一個更扯的 他現在可能是有穿高跟鞋嘛 那沒關係 他如果不穿高跟鞋 那就算他從腳跟 哦 開始算 那他的腿長呢 也達到了一個 喪心病狂的 一百 三十三公分 台灣也有不少的女生 身高在一百五十公分 甚至一百四十公分的 都有 啊 哈哈哈 你們知道這什麼概念嗎 啊 他的 啊 一隻腿啊 他的一隻腿啊 大概就 等於一個女生 照胸部這樣子的一個 高度 哦 好恐怖 那如果是我呢 那如果我哪一天走路不長眼 剛好他走在我前面不長眼 我這樣直接給他撞下去 剛剛好 大概就是剛剛好 撞到他的這個 長輩 哦 我想撞到他的老人家 哦 過去了 傷到老人 那 哎 不是故意的啊 不是故意的 誰叫你要走那麼高 啊 誰叫你腿要那麼長 那我相信 現在 目前面應該有很多男的 正在舔螢幕 哈 這個顏色啦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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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不要再舔了 不要再舔了 我知道他腿很漂亮 再怎麼舔 也是螢幕 哈 別傻了 他其實腿那麼長也是 有另外一個原因啦 就是他原本的身高 就很高了 大概是 兩百 零三公分 如果他跟我交往 大概就要換我 一個男的 助跑的 親女的 就是 超親血 好了 各位 你們的口水 趕快給他 擦乾淨 因為我們接下來呢 要從這個天堂 去到地獄 好 然後看看另外一個 非常 驚悚的 一個紀錄 就是 全世界最 胖的 女人 我們在上一集的時候呢 介紹過了 全世界最 胖的人 好 那他是一個男人 那這個女人呢 全球最胖的女人 他的重量 一樣是 半排賽車重 544公斤 544公斤 這是什麼 數字啊 我 他奶奶的 我差不多 65公斤 哇 你咧 靠北 我剛剛計算器 按一下 我得了 他的體重等於 8點多個 哇 他一個人走進電梯 就快要超載了 好不好 靠勒 欸不對 他擠得進電梯嗎 媽的 那個小一點的電梯 他走進去 電梯就開始 嗶嗶叫 嗶嗶嗶嗶嗶地 啊 壓力應該很大 那我們便來看看 另外一張他全身 脫光 跪在地板的沒有 這張照片 善了 趕快 趕快讓我 趕快要 那他不僅因為這本量 超乎常人 打破金 Zero Tun doit 他後來做另外一件事情 又 ط 破金世界紀錄了 救 disease 她後來又減重了 454公斤 成為了全世界減重最多的女人 我覺得這個毅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忠心感到佩服 那她成功減重到了只剩90公斤 因為特別胖的人 在通常情況下瘦下來之後呢 就皮膚會鬆垮 那她做了五次的拉皮手術 結果有了一些併發症 那在2006年的時候呢就在1月裡面過世了 63歲 呃聽起來蠻沉重的 但是她故事呢給後世很多人有正面的力量 就是她這麼這麼的瘋狂的重量 但是她一樣可以減到只剩90公斤 雖然說90公斤她的數字很大 聽起來還是很恐怖 但是你要想她減掉了400多公斤啊 這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去學習她在這方面的毅力 或者是她在這方面的決心 然後呢變成你自己的正面能量 這樣子呢如果她知道有人 因為她受到影響 那她也會很開心的 接下來我們看看另外一個 怪到不行的新世界紀錄 這個紀錄呢我一生中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太誇張了 各位 來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辦法把你自己的拳頭 塞進你的嘴巴裡面嗎 來各位請跟我一起這樣做 嘴巴好痛 完全不行 誰叫我太大了 那你呢 你行不行啊 我相信你應該是沒辦法對不對 因為你太小了嘛 跟墨鏡哥比起來 你的實在是太小了啦 你raine 脫 swear 我 decis 不過讓我立場 我沒有想著 你我之前可能有一位 有走你 墨鏡哥只不知道 你男人 我頻道 進來 day 那個 有 對